有一种鸟长着翅膀,但它却不会飞 早已灭绝三百多年 有人说它是笨死的 人站在它的面前,它都不会跑 只能乖乖被人抓住炖了吃了 也有人说它是被人和猪一起追杀的陆生笨鸟 这个神奇的生物就是杜杜鸟 这个曾经的毛里求斯国宝 它究竟是怎么灭绝的呢? 今天,科普君就带你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早已灭绝的毛里求斯国宝杜杜鸟 2016年8月26日 有这样一条新闻出现在网络上 新闻上说 有一副完整度高达95%的杜杜鸟骨架将被拍卖 别看这完整度只有95% 但这却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杜杜鸟骨架了 而且,这骨架并不是来自一只杜杜鸟身上 这是一位收藏家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 千辛万苦从世界各地寻找各个骨骼碎片 拼凑而成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句七拼八凑的 完整度95%的股价 预计成交价也能达到440万人民币 为什么杜杜鸟的股价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呢? 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 1598年的一个秋天 在印度洋的中部 有一艘船正在接受风暴的袭击 这艘船是一艘荷兰的商船 名字叫做阿姆斯特丹号 在狂风和巨浪的侵袭下 阿姆斯特丹号的船体受到了损伤 它就像大海中的一片树叶一样 只能随着大海漂流而去 船员们心中感受到了无边的绝望 当他们以为自己就要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了结此生 随着大船沉入海底化为海底的一具骷髅时 竟惊喜地发现了远处海面上有一座小岛 这座小岛犹如黑暗中的一缕光 照进了他们心里 他们知道自己能活下去了 发现岛屿的阿姆斯特丹立即靠岸 早已鸡肠鹿鹿的船员们 急切地想要在这陌生的岛屿上 找到一些能够果腹的东西 这时一种大鸟闯进了他们的视线之中 这种鸟会跑但是不会飞 可能是没见过人类 所以不怕人 看见水手们不仅不跑 还会主动靠近人类 甚至有些好奇心比较厉害的大鸟 还会跳到扇板之上 但是充满好奇心且无防备的大鸟 对饥饿的水手们来说 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美味 他们抓住大鸟 将它拔毛火烤 然而当水手们正要大块朵頤 饱餐一顿时 却发现嘴里的鸟肉肉质粗糙 油腻地让人难以下咽 一群处于极度饥饿状态下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给出个这样的评论 可见它的肉是多么的难吃 这个被阿姆斯特丹号发现的小岛 名叫毛里求斯岛 而水手们吃下的难以下咽的大鸟 想必你也猜出来了 就是肚肚鸟 肚肚鸟是毛里求斯的果鸟 全球就毛里求斯有 大约在八百万年前 在印度洋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火山岛 也就是毛里求斯岛 在这不久之后 肚肚鸟的祖先来到了这座小岛上 这里没有天敌 还有充足的食物 它们就在这里安居乐业 定居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肚肚鸟也开始进化了 它们的后代慢慢变得更大 更重 翅膀慢慢变小 尾巴开始变粗 双腿也比其他鸟类粗壮 直至完全失去飞行能力 变成一只无忧无虑的 不会飞的鸟 也成为了毛里求斯最大的动物 根据为数不多的资料 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研究得知 肚肚鸟的全身是灰蓝色的 蕙长23厘米 体长可达1米 体重在15-20公斤左右 平时以植物 坚果 水果 树根 以及小昆虫为食 它有一个大大的脑袋 还有个非常坚硬的角质蕙 光角质蕙就占据了脑袋的三分之二 它的嘴巴很长 前部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向下的弯钩 并且据说它的咬合力很强 咬一下会很疼 而且它的会很强壮 甚至可以砸开椰子 在它的嘴巴上方 有一对发黄的小眼睛 在那小眼睛里 还挺炯炯有神 肚肚鸟的脸上和嘴巴 是没有羽毛的 它的羽毛从脖子后面 开始向后生长 就像是脑袋被套在了一件 由羽毛做成的外套中一样 显得非常滑稽 在我们看到的 关于肚肚鸟的图片里 你会发现 它的所有形象都是肥肚肚肚的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肚肚鸟的形象 天生就是这么肥胖呆萌的 其实 尽管肚肚鸟看上去非常的臃肿 实际上 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敏捷和苗条 因为浑身上下都长着羽毛 因此 它的体型看上去要更大一些 而且 生物学家安德鲁·基奇纳 在2002年时 发表了一种观点 他觉得 毛里求斯的气候是干湿交替的 因此 在潮湿的季节 它必须得储存大量的脂肪 来面对 旱季食物不足的情况 不过 后来由于它被人捕获了 有人类给它喂食 肚肚鸟很容易就变成了大胖鸟 而且我们看到的肚肚鸟 大多长着灰色的羽毛 但是科学家们对它的羽毛颜色 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 古航海者对于肚肚鸟的形态 也是各不相同 有人说它是黑色的 也有人说它长着卷曲的灰色羽毛 直到有科学家 在《科学报告》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研究 研究上说 肚肚鸟整体上是灰褐色的 但是在唤语期间会呈现出黑色毛茸茸的状态 这种说法刚好符合了所有航海者的描述 在人类发现毛里求斯岛之前 肚肚鸟在这里赖以生存的优势不是它的大脑 也不是它那宽阔的体型 而是它那敏感的嗅觉 它的鼻腔很大 里面布满了嗅觉神经 平时它就是依靠着这发达的神经来搜寻食物 即使它闭着眼睛 也能闻到食物在哪个方向 长相怪异的肚肚鸟 看起来和现在的大部分鸟类都不一样 它们是怎么进化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呢 2002年 美国的遗传学家贝斯·夏皮罗和同事们 采集了一些肚肚鸟的DNA 经过和其他鸟类的对比之后 它们发现肚肚鸟和鸽子之间 存在着很近的亲缘关系 和它关系最近的 是生活在东南亚的绿梭鸽 最终肚肚鸟的分类也就确定了 为鸟缸、鸠鸽木、鸠鸽科 肚肚鸟亚科、肚肚鸟鼠 关于肚肚鸟名字的由来也颇具争议 它的学名叫做Riffus Cochulatus 不过它的另一个名字Dodo 更加的简单好记 朗朗上口 于是这个名字更加被人们熟知 而这个Dodo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一种说法是 它来自荷兰语中的Dodas 这个词本来是代表这种小PT 因为它走路的姿态很是笨拙 和肚肚鸟很相似 另一种说法是 这个名字来自于葡萄牙语中的Dodo 这个词语还有一个意思 是像个傻瓜 还有一种说法是 因为肚肚鸟的叫声类似于肚肚 所以它就叫肚肚鸟了 不过它的名字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因为它早已灭绝三百多年 人类活动造成了大量的物种灭绝 肚肚鸟就是其中典型 典型到出现在了谚语中 Astai de Astadodo 这句话的意思是死得透透的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 肚肚鸟的肉很不好吃 当初那些人在吃过它之后 就没有再捕杀肚肚鸟了 那为什么它还会灭绝呢 肚肚鸟的灭绝 虽然人类不能负全部责任 但是也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 虽然人类没有什么理由 大肆捕杀肚肚鸟 但是并不代表人类对它 没有造成伤害 随着毛里求斯岛的名声 传出去后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岛上定居 人来了 总要考虑生存的问题 第一件事肯定是要开垦土地 人们大肆开垦荒地 那时候的人们 对于环境保护还没有什么意识 环境被破坏了 森林覆盖率骤减 肚肚鸟栖息地也开始变少 食物来源也自然而然的减少 因此 它的数量大规模下降 也不是很难理解 为了能够在岛上居住的更方便 人们还带来了大量的家庭 比如 牛 羊 猫 狗 猪 等各种生物 破坏力首当其冲的就是猪 你怎么也想象不到 猪这么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生物 怎么就会对肚肚鸟 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呢 这就和猪的习性分不开关系了 猪是杂食性生物 成年肚肚鸟的体型也不算小 猪不去和成年肚肚鸟硬钢 它选择对肚肚鸟的蛋下嘴 肚肚鸟一窝只下一个蛋 而且还不经常下 所以 后代并不是很多 不过 因为没有天敌 存活率非常高 正是因为后代不会特别多 才不会让毛里求斯岛 完全被肚肚鸟占领 它们和小岛生态达成了平衡 不过 你一次一窝一个蛋 猪可是吃一次要好几窝蛋 猪这一下子 可谓是将肚肚鸟断子绝孙了 而且 猫狗也会去攻击肚肚鸟 早就不会飞的肚肚鸟 当然不会是它们的对手 人类破坏栖息地 猪断子绝孙 猫狗等生物攻击它们 再加上一些自然灾害 前后夹击之下 肚肚鸟越活越少 越活越宾威 最终永远消失在了地球上 成为影像资料中 才能得以看见的动物 关于肚肚鸟灭绝的准确时间 官方说是1662年 也有一些生物学家 认为是在1688到1715年之间 不过现在看来 这个准确的时间 似乎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毕竟死灰能够复燃 但是 肚肚鸟早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 然而 它的消失 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我们知道 所有动植物都生活在一个 完整的生态系统中 每个物种都会和其他多个物种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个生物的消失 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肚肚鸟消失 最受影响的是一种树 它名为卡尔瓦利亚树 高度可达30米 原本它在毛里丘斯岛 是随处可见的 但是 从300多年前开始 这种树就不发芽了 直至只剩下了如今的几十棵 它依旧会开花结果 但是就是不发芽 后来 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树的种子外壳非常厚 厚到里面的芽 根本就出不来 而肚肚鸟和一种名为 毛里丘斯鹦鹉的生物 都会吃卡尔瓦利亚树的种子 它们胃中的消化液 会溶解种子的壳 没有被完全消化的种子 就会被排出来 现在这两种生物都灭绝了 自然没有生物帮助它们 解决外壳问题了 数量自然也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惋惜生物消失 再也看不见它们的同时 也要保护好现在的生物 以历史为鉴 务实后人 父哀后人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期视频 不妨点赞关注评论 支持我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